今天娱乐圈真是出了好多大事件 不过让不少网友最高兴的还是三生三世枕尚书 今天终于官宣了 等了一年的大IP剧终于要开拍了 而男女主演还是自己惺惺念念的原班人马 大概很多人今天睡觉都会笑醒吧 女主角迪丽热巴男主角高伟光也是在第一时间 就回应这部剧 电视剧三生三世枕尚书将在今天启动 而凤九和东华帝君也将再续两千年执念 只见佛林花开 身后九尾隐匿 千年执念都转无尽 枕尚书情有苦难言 在去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的时候 网上就在讨论下一部枕尚书将会什么时候开播 又会是谁主演 而当看到迪丽热巴饰演的白凤九 以及高伟光饰演的东华帝君后 便觉得谁都不能替他们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主演一直没有被确认 而网上也是流传出不同的版本出来 但就是没有说是这两位继续出演的 不少的网友也为此纷纷发声 如果不是这两个人继续出演 就不会再追这部剧 而如今终于确定了主演 网友们也纷纷回应 要做等追剧了 一个是胡祖敢爱敢恨的小殿下 一个是仙界狼心如铁的帝君 这一次是他们的主场 但要是将档期算下来的话 不知道迪丽热巴还有没有什么时间录制奔跑当 而且在邓超前阵子的采访当中 也说出下一季就快了 其实不少网友认为 迪丽热巴要是不参加也挺好 在上一季刚开始录制的时候 迪丽热巴就被黑得挺惨的 而之后的陆地CP更是让他十分苦恼 在《枕上书》当中 也有一些关于十里桃花的片段 就是不知道墨渊 叶华 白钱等人 还会不会也是原班人马 而且在《枕上书》当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白滚滚 所以大家也在海北等着官宣 我们在海北等着官宣